蹦火是一种很传统的捕鱼技法 这种鱼法一年只有四个月的捕鱼期间 而且只能够在夜间进行 目前全台湾只剩下四艘蹦火渔船 非常罕见 有一位导演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拍摄记录15分钟的短片 获得了新北市纪录片首奖 他用镜头拍摄即将消逝的捕鱼法 还有陶海人辛苦拼搏的故事 七黑的夜晚强光俱响大网落下 这是台湾即将消逝却显为人知的捕鱼技法 共活捕鱼 导演周文庆用镜头记录鱼人的故事 他的鱼捞方式其实是很重人力的 很重团队合作的 其中六七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出差错 那一往就可能很难捕得到很好的渔火 你如果船长开船的时间点 跟火长点火的时间点没有办法配合 包括他们下网的时机点 它每一个环节都要配合得非常好 燃爆明油产生火焰 集中的鱼群循着灯火要出水面 鱼人在用插手网捞起一艘渔船上的火掌 操网师船长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泵火捕鱼 一个晚上下来终于有收获 全台湾现在仅存四艘泵火渔船 位在金山黄港的船家渔人谢智阳就是其中一艘 他因为父亲年老才开始继承服业 我一直以为男女自在四方 想到这外面奋斗 坏成功了 弄得要不然要回家库库 不然还要买这些时才开始回家 我也不是已经准备出海了 是说我爸到我去弄这准备的时候 没人手的时候我回家到三天 到那里就坐牙了 没人接我就去接 变成在心的时候 更辛苦也是要继承这个变成 不然我也没脱海 凤湖渔船每年只在四月到八月期间出海 四个月的捕鱼期 空限时间鱼人还要剪拆 而他们常常默黑出海 天亮时却无功而返 无种航役都成形是这样 当时有贪心还是没贪心 那我每次航役都全贪心 基本上我今年要做下来说 做到要死了 没贪心 这是我们的准备 对 回家了 空荡荡的渔船还有难掩失望的谢智阳 周温清花了两年的时间记录下 陶海人的坚持以及使命感 他们说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还需要人生爱一名 还要我六关 要打名 只要你把你的本分 捕不鱼就没杜了 你不可以说你没穿你的本分 你到江海要跟人捕鱼 哪有可能 你只要说你每天出海 别无意 我就没得了 因为那就是命 他们给我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 他们会去敬畏自然 去尊重自然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今天能够有这口饭可以吃 全部都是老天爷上饭吃的 靠海吃饭是鱼人天生的宿命 在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里 金山黄港的谢智阳仍然坚守本分 传承蹦火鱼法 因为我是感觉说这种东西 如果对我们这些失败 以后会以后会都会不会 这好是说是没啥也没虎就没虎了 但是你如果去经营这些人 你就感觉说这些没虎的时候 是对一个虎压的胸 损失了 因为这些消息是医疗路大家都别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